中华国家一直承认成吉思汗是中国人 而且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正因为是基本常识 就没有必要年年讲 月月讲了吧 难道国家还要专门发一个文件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 博尔之金铁木真是中国人吧 那中国为什么发个文件承认 屈原是中国人呢 蒙古帝国 人家有正经国籍观音菩萨与释迦摩尼 也不是中国人 可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 他们就是好人 所以老百姓自发修建庙宇 祭拜他们展开全文内蒙古热尔多斯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消息显示 2017年5月20日 被告人罗某某 在银川市宾河新区音乐文化广场 西林浩特蒙古包内 踩踏侮辱成吉思汗挂像 并拍摄视频于当晚发布到快售网络平台 后该视频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内大量转发 12月12日 一金霍洛奇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依法判处被告人罗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成吉思汗说的还不够明白 神武天皇是不是日本人 从中国飘洋过海登陆日本 血腥征服土著居民建立 隐瞒殖民政权大和国家 居然都能是日本人 那成吉思汗为啥不能是中国人 是中国的历史人物 外蒙独立于中国 另外 忽必烈继承成吉思汗称帝的愿望 在中原登基 成吉思汗有成吉思汗金牌 所以大元蒙古也是炎黄的继承者 而喀尔喀蒙古国不是 喀尔喀蒙古因此与大元蒙古不是同一方向的蒙古 但是喀尔喀蒙古和所有蒙古族一样 都属于成吉思汗的子孙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吉思汗